我当中最小的关公 但是也最有影响力的关公 关公无分担心 它最重要是它的精神 我在当刑警开始的时候 我就把关公视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 因为关公代表一搏迎天 众兄弟要齐心齐力 为了一个目标 大家都要纵然落 且力以赴 大概超过七十几针的关公 那每一针关公都是有意义的 这个关公跟着我大概有三十几年 是因为我担任主管以后 我的同仁说 对吧 你外面要跑 旅院也要看公文 你公文这个关公三年 可以放在公文的顶外 这是一个指印 压在公文上面 而且关公是对着我看 希望借着关公的力量 借着我们这样的精神 让公文 让公文清楚方正可以立下一个标杆 所以我常说立社会的方规 这个方规的细细够够够 就是关公站在上面的社会方规就是正确 我也是用这样的精神送给我自己的同僚 送给我自己的好朋友们 送给我自己的好朋友们 大家都来发挥关公的精神 做关公的分身 替夏非维护正义 让台湾能够安居乐业 这是我最重要的 关公无分担心 赞牌赞地 勇敢 刑丹 向前领